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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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概比較了解個性 快點 坐好 這個當初為什麼會有想要創辦 這麼特別的一個藝文空間 原本在這邊是一個空房子 然後我們住在這裡 然後很多小朋友到我家去吃飯 然後看書 然後後面小朋友越來越多 那時候也沒人住 三年前我們就把它租下來 慢慢整理起來 可以在這邊提供社區的居民 然後可以看書 然後我們小朋友也可以在那邊 寫功課 然後後面自己的書 然後拿過來 然後就越來越多 直到現在大概 應該快一萬本書了 我們就借沒有販售 然後也沒有出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來書店 這邊看書 點杯咖啡 然後也比在圖書館的人 我們這種喜歡這個氛圍的人 圖書館可能是適合專心讀書 然後這邊是適合悠閒的看書 配合一點咖啡香 還有音樂的感覺這樣 是 更舒服 小虎哥看你身體這麼結實近壯 聽說您有一些健康上的困擾 前陣子就是表達得不太清楚 那就可能在腸胃的部分 跟膽結石的部分 後面你經過檢測 才知道是在膽結石 膽結石 所以後來有做手術是不是 舉出一個比較大的 大概就是像那個金砂巧克力 你說金砂巧克力這麼大顆 對 就比較大 膽結石是在膽囊中 形成的消化液成績物 膽囊位在右側腹部肝臟下方 平時負責暫時儲存膽汁 等待注入小腸幫助消化 如果膽汁濃度過高 或含有過多膽固醇及膽紅素 就容易形成膽結石 醫生 那大概什麼樣的人 比較會得到膽結石的問題 膽結石通常還是因為體質的問題 比較居多啦 那在我們醫學上 其實有一個流行病學的統計 叫做膽結石的F4 第一個F就是40 40歲以上的人 比較容易耗發 對 然後再來F是女性 女性其實會比較多一點 那還有一個叫做Fertile 就是說生產比較多的 有時候生產的時候 荷爾蒙的變化的時候 也會造成膽結石比較容易產生 那最後一個就是肥胖 Fat 那其實就是飲食啦 就是生活習慣的關係 有時候我們吃的烤柵辣比較多 油脂比較多 纖維少 其實就有時候會造成這個 膽汁裡面的一些膽固醇 或者這些膽色素的累積沉澱 那就會變成一顆一顆的結石 這樣子 照這個來推算的話 那應該很多人都會有 跟我一樣的問題嗎 國人的統計裡面 其實十個人喔 大概有兩個到三個 就會有膽結石的問題 其實很常見 有時候痛起來跟胃痛 其實非常的像 就跟小五哥這樣講的 所以有時候診斷 其實滿難分別的 像我剛開始的時候 是被診斷成那個腸胃炎 然後後面才知道是膽結石 那要怎麼樣去分別說膽結石 跟那個胃痛的差別 其實在確診的話 還是必須要靠影像診斷 就像你剛剛說的 有時候照X光啊 核磁共振 斷層掃描 甚至用超音波 其實就可以發現了 一般來說比較簡單的區分 大概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我們膽結石的疼痛 多半是吃飽飯 尤其是大吃大喝 尤其油膩的食物 剛吃完的時候 痛起來是最常發生的 那胃痛呢 其實飯前或者是飯後痛 都有可能 所以其實如果飯後 很劇烈的疼痛 有可能是膽結石的問題 那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疼痛的位置 其實不太一樣 那如果是胃痛的話 一般我們會痛在 就是比較偏左邊一點點 那我們的肝膽系統 是比較偏右邊的 悶脹痛 還會有放射狀 有時候會痛到後面 後背這邊都會痛 然後甚至還會痛到 這個右邊的肩膀 這邊其實都很痛 有點像 對啊 那這種疼痛的話 多半就比較接近膽結石的狀態 是 那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這種疼痛 通常沒辦法自己緩解 就算你這樣子姿勢 這樣子 都有時候都沒有辦法 很快地緩解 他痛好像就要痛 三十分鐘以上 這樣持續地疼痛 所以這個就是 比較常見的膽結石 跟我們說胃痛之間的區別 對 當初痛還是 好像有痛到後面 然後整個半小時 一小時就過去 對啊 因為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他會伴隨一些症狀 譬如說噁心呕吐 就一直想吐 然後這邊上腹很脹很脹 現在開完刀就不會了 對 現在應該會好一點 那有時候 有些人還會伴隨著說 尿的顏色會比較偏茶的顏色 甚至便便會有一點灰白灰白的 那都因為色素 膽色素被堵塞的關係 是 膽結石只有開刀治療 這種方式而已嗎 一半以上的膽結石 病人其實沒有症狀 但是有30%的病人 然後其實症狀很輕微 就偶爾這樣悶悶不舒服一點 其實只有20%的人 兩成的人會有很劇烈 像小谷哥那種膽的腳痛 腳痛就是很痛很痛那一種 所以多半我們有時候 真的痛得很嚴重的時候 有三大類的人 我們會建議說還是要做手術 像第一的就是他一直痛 過兩三天就一直痛 因為痛的程度都很嚴重 影響到生活 第二種就是他有一些病發症 像是急性的膽囊炎 甚至有胰臟炎 甚至有一些搂管的 通常會伴隨嚴重的發燒 黃膽那第三種 就像小谷哥說的 我們膽結石 如果尺寸大於3公分 或者是膽囊裡有 席肉大於1公分 通常這些癒後 有可能跟膽囊的癌症有關係 所以如果到這麼大的尺寸 我們也會建議他 我們先把它手術拿掉 那這是七一的觀點是開刀嗎 那假如像中醫有沒有 什麼比較好的治療方式 今天有兩個穴道 跟小谷哥分享一下 第一個叫做膽囊穴 我們會摸到一個圓圓的骨頭 在這個圓圓的小頭的前面 有一個小小的凹陷處 這個穴道叫做晶潰癌癌 有時候腳痠痛 這個穴道很好用 那這個穴道 再把自己的手拿出來 三根手指頭 往下兩吋的地方 這個點就是膽囊穴 那其實這兩個穴道 都是在我們的膽經上面 所以跟我們的肝膽系統 其實很有關係 一般來說我們可能 不太容易找到 那麼精確地找到位置 沒有關係 我們就稍微 把這一整段疏通一下 第二個穴道叫做日月穴 那這個穴道在哪裡 左邊右邊都一樣 如同下方 第七肋肩 一直摸下來會摸到肋骨的邊緣 有時候在這個地方 稍微按壓一下 好像會覺得有點痛痛的 如果找不太到 沒有那麼精準 沒有關係 我們就直接用手 把這個區域稍微這樣子搓一下 搓揉一下 還有另外一種按法 我們從後往前這樣子疏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穴道叫日月穴 這個很適合小虎哥 因為希望你還可以 一直當太陽跟月亮 就永遠守護這些可愛的孩子們 小虎哥除了一般穴道按摩之外 從內來調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帶來一個茶飲 來跟你分享 它的名字叫做 力膽消雞茶 我又叫它好膽茶 好大 對 材料 櫻塵五錢 金錢草五錢 山楂三錢 玉金三錢 製甘草兩錢 做法 一 先將藥材洗淨 二 適量冷水 淹過藥材 浸泡二十分鐘 三 無火煮沸 轉紋火 四 約二十分鐘 去藥渣 取之飲用 董醫師 想請問一下 像我這樣膽囊割除的 那我的生活飲食上 要注意些什麼呢 沒有切除膽囊 跟切除膽囊 都一樣 我們最重要就是飲食的 這個膳食纖維的量 其實是要足夠的 所以我們其實要建議 你要多吃蔬菜水果 或者是用多攝取一些 植物性的蛋白質 要使用比較優質的油品 房間上講的多元 單元的不飽和脂肪酸 像是說歐美加三 橄欖油 這些比較好的油脂 那還有很重要的 就是要控制體重 中醫認為肝膽 它是主疏洩的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肝膽的氣機順 全身的氣才會順 那中醫的肝膽 還跟西醫的這個 自律神經系統有關 那我們西醫認為 其實有時候生活壓力緊張 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膠感神經很亢奮 腹膠感神經就會被壓下來 腹膠感神經弱的時候 腸胃這些消化系統 內臟的蠕動 都會下降 很重要一點就是要放鬆心情 飲食上 對 生活不能太忙碌 我們的好膽茶煮好了 來 小哥我們來品嘗看看 你有聞到一個淡淡的 有一點酸酸的味道嗎 有 就是甘甜 然後有一點點酸 但是其實搭配起來 就滿好喝的 還有沒有那種清早茶的感覺 對 按照宮先生你說的這些 藥草的效能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很適合 其實這個茶的主要功效 就是我們終於說 輕力濕熱 然後疏乾力膽 那又可以消食化肌 所以如果事實上 有一些慢性的膽囊炎 或是這種膽結石的病人 其實它就是可以是一個 滿好的一個日常的保健的飲品 是 這茶有什麼人不能喝嗎 比較冷肺 其實是比較不太適合 是 對啊 那像我們這種 其實年輕人 大虛寒的就對了 對 虛寒的就對了 因為我們這個金錢潮 像這個陰塵 它都是比較偏寒 所以夏天喝會比較適合 對 夏天非常適合 尤其台灣 那個暑氣 濕熱 那非常適合 我們膽結石的發生 有八成都是後天造成的 其實就是我們生活的關係 很多大部分人都沒有症狀 只要去定期的追蹤 其實就好了 基本上可以非常開心 維持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一點也不用擔心 聽說您心中一直有一個 最大的夢想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其實就是希望說 不管有沒有打棒球 後面有沒有打職棒 我們有緣認識的小朋友 然後現在長大 然後成人 然後我們可以 一起成為工作的夥伴 然後我們自己來建立 我們自己的一個小村莊 就是讓他們可以回鄉返家 對 可以返鄉來創業 可以來就業 讓我們一起來完成 自己的一個目標 這樣 小哥 身體要好好地顧好 我們這邊有這麼多小朋友 還在等著你在拜領他們 成為我們家鄉未來的希望 好 謝謝 經過這一次 然後也讓我更了解 自己的身體要怎麼去保持 去保護 這樣 然後了解到更多的醫學嘗試 謝謝工醫師 謝謝小福哥 謝謝 加油 - 三月陰沉四月蒿 - 五月砍了當財燒 - 大家好 - 我是中醫師 王仁甫 - 剛這句諺語 其实在凸显中药材 在正确的采摘季节 是十分的重要的 但是随着科技啊 检验方法不断的进步 对中药材的要求 也就不断的更改跟优化 但是刚刚这句谚语 实在是太朗朗上口了 于是就被为人所记住了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上段节目当中 工医师提到的好胆茶 里面有一个护肝胆的圣品 就是阴沉啦 今天药草小学堂 就要带大家来看看阴沉的种植地 一起了解一下阴沉的生长样貌 陈大哥吗 是 你好 我是慈激医院的综医师王仁甫 你好 大哥 我们在找一种植物叫做阴沉 你这附近有没有 有 这个就是啊 这个就是阴沉 对啊 这是阴沉的小苗 小苗 对 它小苗的时候 它是叶子宽的 但是它渐渐长大之后 它就变成尖叶 那那我没有机会看一下 大树一点的阴沉啊 有很多 在哪边在哪边 这边整片都是啊 蛤 这这不长得跟杂草一样啊 不一样哦 待会我带你过去参观 你就会了解 哦好 玉里镇位于花莲县南段 北陵瑞税乡南街复里乡 为花莲县南部的区域中心 加上地处花东纵谷平原之上 有绣枯栏溪流金 因为没有工业污染的问题 因此包有青山 绿水及清新空气 等有力的条件 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种植 这个像杂草又有点像 那个水族乡的水草的 就是阴沉啊 是的 这个就是阴沉 阴沉要怎么样的生长环境 它需要在沙地 因为它的沙地透气性好 若是泥土地的话 更会烂掉 造成它的枕株会败亡 所以我这个原本是泥土地 然后因为它的环境需要 所以我把它改成沙地 它适合沙地 那它灌溉有没有什么要求 如果湿度不够的话 我们就要喷水就好 因为 雨水量不需要说很充足 怕太湿 太湿它就会更多烂 大哥这个好像很少人种植 但是野外很多是不是 以前这个整个修固兰西都是 但是因为开发过度的关系 以及环境的变迁 现在就很少了 而且呢 这个野生的 你什么时候污染你不知道 或者是喷到药你不知道 自己种植的话安全 没有喷到药 而且我们的水源安全 野外的东西 要注意很多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要考虑的比较多 还是要靠自己种植 传说东汉时期 有个人得了温航病 身体眼睛都泛黄 日渐消瘦 于是去找华佗看病 华佗却苦无对策 那人只能回家等死 一年后 华佗竟然又遇见了这个人 急忙问他吃了什么药 这个人说 因为春天发生饥荒 连饭都吃不饱了 于是就吃了一些野草充饥 没想到身体竟然渐渐好了起来 华佗便请这个人带着他到野外 采集这种野草 并给其他的温黄病病人 试福 但试了几次 效果似乎有好有坏 于是又经过了一两年的观察与试用 华佗发现在二三月之间 万物生发三寸长短时 采摘的野草才有效 而一过三月进入了初夏 万物发芽生了枝 力量就分散 于是就没有了药效 第三年 华佗又把根 金 叶 进行分类试验 发现幼嫩的金叶入药致病最佳 为了与其他野草区别 华佗取其旧苗和春生的特性 命名为阴沉 大哥 既然以前野外那么多阴沉草 你怎么会还想要种这个阴沉草 这原因是这样子的 我本来是需要种金刚拐 并不是种这个 但是金刚拐是与它共生 一定要在阴沉草的根部寄生才有办法 所以从十五年前我就开始种 也就是说十五年前就开始研究金刚拐 这只是主要寄生的东西 没有它就没有金刚拐 所以我必然要种它 所以为了要研究金刚拐 我要先研究这阴沉 是的 阴沉为多年生牙灌木或草本 每年春季由老金再发新芽 其外形就像一棵小松树一般 通常生长在海边的汗生沙地 是菊科薯薯的植物 与同科的冰蒿共称为阴沉 幼苗干燥后是一种中草药 也可称作为阴沉蒿 一开始要怎么替阴沉蒿播种 栽种这些部分 它的种子半烧之后 大概是在二月份 然后以拉钩的方式 大概是三十公分二十五公分左右 把它掩埋作为原则 它因为晚上跟白天的气温 它有差比较大 那时候比较容易长出芽来 因为野外还有小苗可以拔 所以我们就比较少说 自己去发育这个苗 那怎么种 直接插在地上 小苗拔起来 连根拔起来 然后整排这样子种 就不用再呼吁它的小苗 原来是这样 是的 大哥 刚刚那个那么小的苗 它多久会长这么大 然后叶子怎么分辨 一般那个小苗到这个阶段 大概是四到五个月 长到一定的高度 大概是在二十五公分左右 它叶子还是宽的 它开花长种子之后 等到种子成熟 它整株是干掉 干掉 种子落地之后 它重新重头 又长出新的芽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我想要请问王医师 我们知道怎么种 也并不知道它标准的怎么使用 可以请问你说 它的功效到底是如何吗 它主要的功效在 沥湿以及退黄 沥湿就是指轻沥湿热 因为它的性味比较偏寒 所以对湿热性的疾病比较有帮忙 另外一个退黄的意思就是 对黄胆有针对性 它可以利胆退黄 再来就是它有一些香豆素类的 有基酸类的 还有黄铜类的 一些成分扩张这些胆道 可以帮助一些胆结石的排出 间接可以治疗这个黄胆的部分 那也因为有现在的这些药理的分析 开花的时候 它的这些成分甚至比小株的时候更高 所以我们花期的时候采摘 这个效果会更好这样 听你这样讲我就比较了解 我们都是把它拿来炒蛋 味道不错 待会我们就过去炒个蛋吃吃看 习人多食为酥 就是说古时候的人 就常常吃这个阴沉豪蛋 我真的没吃过 这味道不错 待会我们炒蛋吃吃看 好 就是把阴沉的嫩叶采起来之后 洗净 切碎或者捏碎都可以 人少两颗蛋就够了 加盐或者是加胡椒盐都可以 把它炒一炒煎好就可以了 很香这个蛋香 第一次吃吧 第一次吃 可是我很怀疑这个阴沉很苦寒的药 会不会很难吃 吃了就知道 好 口感怎么样 很脆 而且有个清香 而且不会苦 甚至有点甜点 就像香草的味道 对 就像普通的蔬菜这样子 很好吃 对 像香菜香草这样子 这阴沉在食用上 有没有特殊的经济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蔬菜 或者是很常见的青草药 就会不小心吃太多 但的确有一些少量的报告是说 如果吃超过三十 甚至到六十克的时候 有些人会有一些头晕 呕吐 甚至会有一些心悸的状况 所以这个在食用的量上要注意 那你自己的体质上 是不是适合这个蔭沉 这个苦癌的性质也要注意 好了 谢谢陈大哥 以前其实我们这些知识 都是从书本上得到 但今天到你的田里面 去看看蔭沉的 这个实际的生长状况 也是让我收获良多 这样我又对这个蔭沉 这个植物印象更深刻 以后说不定用起来 又更得心意的手了 那谢谢王医师 由于你的讲解 让我们更认识我种植的蔭沉 有这么多的功效 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不客气 我们继续吃 好好好 好吃的东西不要浪费 不错啦 很香啦 对对对 真的很棒 慢慢用慢慢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